请挑战者说出以下这几张照片里的动物是否生存 看照片就可以知道动物死了吗? 不是吧? 为了求证挑战者说的是对还是错 我们特意邀请了五位动物的主人 在另一间房间听我们说什么 有请埃及祭司Jeff 欢迎你,Jeff 祭司在传统的历史上 都是称为仪式的操控人或者称为仪式的执行者 本身是说有两个大的使命 一个是去认识自己 另一个是去荣耀神明 我懂得通灵的 作为一个祭司的训练中 我们会叫做五感训练 在通灵的层面来说 五感就是去提升你的感官 去到一个叫超感官的境界 我就可以运用这些五感 去感受到身边的灵体 其实你的左脚相对于虚弱于右脚 如果用10分来计算 你的左脚大约会是4分左右 右脚大约会是6至7分左右 今年的3月 我是有因为运动而弄傷 我十字印断了 所以现在可以给大家看 是之前做过手术的 我是有这样也能猜到 我觉得我会穿到三甲 因为我的能力足以可以 穿到这个位置 但是你会用什么方法去猜 其实我会用几种不同的工具去猜 让我先拿出来 让我一会儿 还有 还有 有 这个是百保袋 对吗 对 拿的也有 首先我会用一种 我自己特调的草药配方 就先增强了我和这些动物图案的连接 同时也会喝这个我自己调制的一喝通灵水 就增强我的通灵能力 一喝就通灵 这么好笑 我应该可以吗 可以的, 随便 好像那些魔法一喝就通灵 对 任何人喝都可以吗 是的, 但看自己本身的底部有多强 它有一个倍数升上去 來, 馬上開始 好 如果不是告訴大家 在做通靈節目 大家以為他在做烹飪節目 就是喝通靈水? 乾杯… 好, 他現在開始 他用他的方法, 用他的異能 跟這五隻寵物溝通 其實看照片 是可以看到一件事 生死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有一件事 叫死亡氣息 如果你看到真人的話 我們俗稱印堂發黑 樣子很黑 但如果你看到照片 其實你感覺到的能力 這個能力是非常不安的 我剛才感應到 第一隻動物的狀況 應該是死了 他似乎是因為疾病而死 即是他不是年齡到了而死 因為是一種突然離去的逝世 他是走得很快 因為他是從他開始 知道他有發病 可能是一個月左右就過了生 他相對來說比較偏食 比對的 他通常吃自己最喜歡的那種食物 OK? 那看不看得到他喜歡甚麼? 形狀的感覺是繃細細粒 、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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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是輕身的 很容易可以吸到水的東西 其實平時我們都為他吃星星餅 小朋友吃的那種 沒有味的零食 他是很喜歡吃的 去到三號,很有趣 他第一時間已經很肯定答案 三號寵物不單只是玩 他是一個很喜歡外出玩的動物 他在生活中探險 他覺得在生活中很有成就感 感覺上,他似乎是一隻有使命的狗 可能是靈魂使命或現實使命 可能是動蠻,可能是情緒的治療犬 Hardus是以前的動蠻犬 所以其實他是受訓練的 Jeff的通靈方法雖然少見 但想不到他說的每一項目也很準確 接下來的驅魔術師發鵬 他選擇不用工具 單靠跟動物的靈魂溝動找答案 天眼凍四個 以一種四維感應法 找出五隻動物現在的情況 最後,輪到今天一來就說很緊張的Rita 她聲稱緊張會令她表現好一點 看看是吧 那你這次會用甚麼方法 我這次會連結她們靈魂 直接問 好,開始吧 我通靈時是需要看到動物的眼睛 去連結她們靈魂 跟她們品種無關 所有品種都能連結到 狗狗,請問你還在不在生 我連結到這些動物 是因為牠們 就算過了生都沒投胎 又或者牠們還在生 但牠們又可能說謊 說謊 說謊? 在《通靈之王》這個節目中 都是第一次聽到 通靈者說靈體會騙牠 那怎麼辦? 這次公佈答案的方法特別一點 由挑戰者直接走到牠們的選擇 先是5號99 家庭觀眾,你又覺得牠是… 唉…生還是死呢? 一起看看 那幾個 大部分都是死 只有一個是生的 那我們有請第五位寵物的主人 Eric Kopp 有請Eric Kopp,郭伟良先生 好,又想不到 居然是Eric Kopp 看牠的樣子,好像有些東西想知道 你好… 大家好,大家 很驚喜嗎? 好 好,究竟牠剛才那張照片的寵物 是生還是死? 大部分參賽者都猜死了 只有一位是在生,好嗎? 那由你去公佈了 已經抱住了,不用宣佈了 好,這張照片裡 牠叫拖羅,牠已經死了 咦?不是嗎?居然死了? 拖羅牠就是… 我們第一隻養的白威 拖羅和Grace是很深感情的 拖羅的性格就是一隻很有性格的狗 牠們說牠們像主人,對呀,像Grace 我也很慶幸因為有養狗 而發掘到Grace的母性 因為我們沒有生 這隻叫波羅 就是在生的? 對,我懷疑牠拖羅轉世到這裡 即是你可以說牠死了 但也可以說牠在生 不肯定,但Grace有這個感覺 牠三個月長大的時候 忽然之間我們送了一些箱子 禮物,有些按圓圈的紙 他就是甚麼都不怕 忽然之間很害怕這件事 我一停下來,牠就馬上走進房間 躲起來了整整六個小時 但拖羅是很害怕這件事 拖羅是一模一樣 又是很害怕這個泡泡的泡泡 我們才開始有這個聯繫 之後有幾件事 我都覺得只是拖羅才會做 我們才會覺得是 拖羅走了的時候 其實Grace很大創傷 牠就有九個月的瘋狂 有一天上網看那些狗的網站 看到那些狗的網站是台灣、台南 牠說我一定要飛到台南去見這隻狗 飛到台南去見了這隻狗 牠就說是這隻 動物頭胎是有的 牠現在都是以一種靈魂的身份 去陪伴著主人 當寵物過身 很多人都想在另一隻動物身上 找出之前那隻的影子 雖然拖羅未必是拖羅的轉世 但可以看到 Eric和他太太Grace 將這種愛延續下去 好,馬上參賽者 五組,你就要說出 在我身後四號寵物 究竟生還是死 馬上開始 生的就多一點,死的就有兩位 我們有請四號的這位主人 有請Ruby 你好,口氣 四號的主人Ruby出來了 他在2020年的三月過了生 在這個時候 不知為何Rita的情緒突然失控 難道真的被動物的靈魂騙了 令她選錯答案嗎 Rita,你為何這麼傷心 因為隻貴聽到自己被人說 自己已經死了 牠就很激動 然後… 真的貴貴過我連結 在聽我們說話 他有甚麼想跟主人說 他說他過得很好 不用擔心他 知道你還想著他 他已經很感人 這一刻,雖然大家都激動 但總是有個疑問 不要介意我這麼說 如果連接到這些龜 他不會告訴你 這個正確答案嗎 他可能不想認他死 而且他直接連我問那條問題 都覺得我很笨 他說龜很長名的 那你也不說 其實你的意思是 動物的靈魂可以騙到人嗎 是的,動物可以說謊